台中西屯區發生了疑似掘人的事件 一名男子開車回家的時候 後頭被人跟著 他都沒有發現 準備停車的時候被攔下帶走了 社區的監視器畫面拍到 黑色轎車準備開進社區的停車場 後方白色轎車緊緊跟著一起進入了 黑色轎車準備要停車的時候 白色轎車擋住了去路 接著四名男子下車 將駕駛拉出車外 強硬的將他帶離現場 警方調查 雙方是認識的朋友 沒有暴力或是妨害自由 疑似有債務糾紛要處理才會攔車 但是跟車進入社區還把人給帶走了 引起了不小的恐慌